各位,早兩天,老葉請在國內的網友幫忙 看看到底Walmart和Sam's Club是否下架了新疆的產品 很感謝網友的回覆,大家看幾個 看幾個已經足夠了,大家都知道有什麼事 梁志成說是真的,很簡單 另一個是Y10說,對手指,支持中國 009仍然覺得如果是真的,就會很快站不住 我相信也是 下一位是英文說,美國只是妒忌中國的成功 千方百計,阻止中國的崛起 Nikki Wang說,廣東心製查了,不能夠留言,因為會刪 沒有產品,大家都明白了 既然是這樣,我們看看中國網友那邊的反應 現在這個來者就是觀察者 題目就是,三個會員的 店下架新疆產品,引發退卡潮 央視說,吃碗雜窩,沒有市場 他比較詳細解釋他們的調查現象 近日,Walmart旗下的Sams Club 被爆,下架了新產品 面對質疑,Sams回應就說,應是庫存問題 但隨即有網友立即發現 其他因庫存不足而下架的產品 在Sams的網上依舊能夠找到產品訊息 只是不能夠買 還有下架的新疆產品情況就完全不一樣 如此有針對性的刻意而為,引發消費者 強烈不滿,多地出現了退卡潮 近年來,Sams Club在中國各地 22個城市開了36間門店 會員人數達400萬 其實形勢大好,有400萬個會員 每人每年搬襯一萬兩千 已經說了幾億生意 但可惜,作為一個毫無理由下架新疆產品 作為一個商業行為缺乏理性 對於背後原因,Sams尚未吸出正式回應 無論如何,在商業問題夾帶一個不可告人的私貨 都是愚蠢和短視的 依靠中國市場賺港大中國消費者的錢 但背地裡採取一些手段 抵制國家和人民的生產產品 這種吃飯炸鍋的行為 既是對正常市場規律的違背 亦是對消費者合法權益和感情的傷害 最後我給大家看看 就是網友們的留言 這裡有人做了一個視頻 看到真的很多中國市民 去退卡 排了大隊 但找數那邊就康康如也 即是人們開始抵制它了 自從12月23日,社交媒體爆料之後 現在就大件事了 看看看看 有人上去找 新疆 甚麼都找不到 沒有相關的產品 這些觀眾各位留言 他就說 三母的卡,你退了甚麼? 退了未? 這兩天退卡的人特別多 已經有人拍了 這裏有個會職辦 人們都排隊退卡 但別人用的理由是甚麼呢? 新疆產品下架 退卡的原因 我告訴你很清楚 為甚麼要退卡 我就是因為新疆下架 很多網友繼續聲援 退了快點 星期五聽到消息之後 我馬上去同一個山姆會員的朋友說 他一聽就說 吃完晚飯即刻去退 不止是山姆 整個Walmart 近年來我是Walmart的常客 因為順路 能夠在Walmart買的東西 絕對不去大家買 從此以後我不會再去 這些就是中國人的心情 另外有個網友說 我們公司買了20萬個Walmart禮品卡 現在決定退 換了第二間公司的送人 實際案例 不上升到外國高度就不爽了 作為中國人 有基本的政治傾向才是正常的 我反而覺得那些吃在中國 住在中國 生在中國 面對中國吃虧的事情 毫無感覺的人 是離譜的 對 應該這樣 不爽 反正都是消費 去哪個都一樣 哪裏舒服就去哪裏 這是另一間 作為一間福州的企業 事件之前決定買山姆的年貨 事件之後 直接是集體投票 決定取消買山姆和Walmart的東西 直接改買別家 壞事直接去做 結果都是被群眾雪亮眼睛發現 活該 這裏說 一般山姆卡是260元那樣的 它分開卓月 會員一年是680元 普通會員是286元 現在山姆的門店很少 但周末就爆滿 這導致他們的購物體驗不太好 不過 山姆會員的全城配送服務都比較迅速 他們家裡的燒烤肉肉質都不同 但我相信現在不用再在中國存在了 多謝各位觀眾的支持 回覆老葉 大家都明白了 現在果然是真的 又是真的話 中國的民眾會做事